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其他情绪 总之我只感到了一种彻骨的寒意 将整个人的心脏和血液都冻结了起来 接下来的一切我已经不想再过多回忆了 吕素动作利落 在信使恐惧的声音中手起刀落 信使在彻底死亡之后 血液积极快速地变黑 这些黑色血液被灌入我所在冰冻之中 不多时那些紧紧裹住我的双腿东西 果然散去了 我爬出冰冻 吕素说 事不宜迟 撤 冰冻旁边 摆放的便是信使残缺不全的身体 以及那颗没有多少肉的脑袋 我只看了一眼 便感觉这一幕情形一辈子也忘不了了 在整个逃亡的过程中 我的大脑几乎停止了思考 潜意识告诉我 这会儿更应该冷静 更应该理清思路 但现实却是 我什么都思考不了 一边走 吕素一边解释 当时听到上面的惨叫声和枪声 都以为是我受了伤 原本吕素是打算一个人来救援的 但豆腐非得一起来 说 老人也不是个软柿子 能让他受伤的东西 肯定不是善差 我跟你一起去 说到这儿 吕素转头 冲我笑了笑 就说 你有一个好兄弟 不管什么时候 他都不放弃你 他这话或许是想安慰我 事实上也确实起了一些效果 豆腐那小心脏本就很脆弱 被刚才的一幕 也惊得门不吭声 吕素这么一说 我好歹缓过一些精神 拍了拍豆腐的肩膀 反过头来安慰他就说 别想了 姓氏本来就是个死人 我们这么做 算是帮他解脱了 当然 事实究竟是不是如此 我心里清楚 我心里很清楚 那个姓氏有多希望活下去 我终于明白过来一点 人在安逸的环境中 会听从于道德 而当人被放入一个极限的环境里 就与野兽无异了 在绝对的生存面前 道德的枷锁不堪一击 由于有了之前留下的记号 因此我们没走什么冤枉路 逃命的速度很快 将头探出冰冻时 我们顺着事先固定好的绳索滑了下去 棋子等人等在下方 见我出来 棋子紧张地上前就问道 吴先生呢 豆腐接话说 不热无水 他不在里面 一边的缝鬼手挑了挑眉 问道 那是什么 豆腐沉默了一下 不知是被冷的还是怎么 脸色白中透清 对于信使这件事情 我们三个都不愿再回忆了 更不是一件 值得说出来分享的事情 因此我接话说 一个不认识的死人 或许是赵二爷的人 冯鬼手对这个说法 似乎有些怀疑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也没有多问 紧接着 他指了指 我们前方密密麻麻的 中网星冰冻就说 你们离开这段时间 我带人将这附近的冰冻 打淡了一遍 我发现了一个 有意思的东西 紧接着 他朝着其中一个冰冻走去 豆腐也跟上去 吕素则被其他人围着 询问我们在冰冻中的经历 他依旧显得从容淡定 刚才的一切 对他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我猛地想到一句话 水波无痕 吕素此人 就如同一汪深潭 表面平静 让人觉得温和平静 但是内力深沉 任何的一切 都能被吞噬下去 不留一丝的痕迹 而哑巴那人 就如同他所使用的弯刀一样 古怪 冰冷 冰冷 风里 冯鬼手带着我 走到一个冰冻边 江头往里面一探 指着冰冻旁边 就说 你看 这里有个记号 我跟着江头伸进去 果然发现冰壁上 有一个大约一厘米深 人为雕刻出来的记号 由于在悬冰壁上 留下痕迹很困难 因此 就像我之前一样 留下的记号 是尽可能简单的 在冰冻里留下的记号 直接是一道树 而这里留下的 是一条圆弧 冯鬼手接着说 上面那一片 我们没有来得及查看 不过 在下面这一片 我们一共发现了六条 带有记号的冰冻 六条 我问的 记号是同一个人 留下的吗 冯鬼手点头 如此看来 当初留下记号的那个人 肯定耗费了很长时间 对这些冰冻进行打探 那么到最后 为什么会在这六条冰冻里 留下记号 这代表的是危险 还是安全的 这个记号 是谁留下的 是赵瓷 还是赵老头那帮人 哑巴又去了哪里 我说 这六条冰冻 你们又钻进去看过吗 冯鬼手点头 说进去过 里面一路都有标记 只不过 不敢进入太深 又退了出来 准备等我们回来 一起拿个主意 这时 我又想到了 吕宿口中的天兵 那种赤红色的人 这些冰冻里 还会不会有啊 他们会不会从冰冻里出来 袭击我们呢 越往下想 我越觉得此地危险重重 而这时 吕宿也来到我们旁边 看完之后 眉头也不由皱了起来 我向他询问天兵的事情 吕宿给出这样一个解释 天兵 起源于湘西一带的炼尸之术 我们曾经在阴阳刘布村待过 自然知道 湘西赶尸的说法 并非空穴来风 而吕宿所说 被赶的尸体 其实就是炼过的 炼尸 其实就是改变尸体 操控尸体的一门技术 湘西赶尸中的炼 只能说是入门级别的 炼尸之术 真正的起源已不可考 不过却在湘西一带 发扬光大 传统意义上 分为行魁 桑 顿 地 天 称为行兵 魁兵 桑兵 顿兵 和天兵 天兵便是炼尸的最高境界 吕宿之所以会认为 我们所遇到的是天兵 则是根据我的描述 外加当时天兵身上的符文 所推测的 事实上 那些符文 便是尸体被炼过的证明 这些天兵 驻扎在这些兵洞里 无疑就是普真的解错了 这样算来 我好歹也遭遇过行兵 也就是说 之前在阴阳刘布村的 赶尸客栈中 所见到的东西 他们已经很厉害了 却只属于 最低等级的行兵 那么天兵 得有多厉害呀 吕宿沉声解释说 天兵刀枪不入 水火不侵 不死不灭 会按照练士之人的意志行事 不过天兵并不是那么好练的 所以数量应该不多 我听得暗暗吃惊就说 有没有对付他们的办法呀 难道我们看到他们 就只能逃命吗 吕宿笑了笑 不然呢 现在你应该知道 那些信使是用来干嘛的了 我思绪一转 煞事间觉得心头一股怒火 难不成赵老头早就知道 这里面的情况 所以才会提前弄出一些信使进来 利用信使可以不断再生的能力 拖住那些天兵 这手段实在是残忍的 紧接着 我又觉得不对 赵老头又是如何得知 这个悬兵墓穴中的情况的 这么一想 我便将这个疑问问了出来 豆腐想了想就说 会不会跟那幅地图有关呢 赵二爷是最后一个见过陈词的人 对于我们 他或许还隐瞒着什么 豆腐的推测也不是没可能 只不过哑巴和吕素 都对赵老头展开过调查 我以为他们的调查已经够透着了 难道还有什么是他们不知道的吗 猛然间 我想起那三个死在温泉湖泊中的人 想起了我们这只毫无纪律的队伍 忽然觉得脑海中嗡的一声 啥时间都明白过来了 知道这里有天兵的 不仅仅是赵老头 还有哑巴 当然 哑巴的信息 很可能是从赵老头身上查出来的 而哑巴组建这只看似毫无意义的队伍 真正的用意却是 关键时刻 用他们做挡箭扒眼 我将目光看向吕素带着笑意的眼睛 冷冷地说 这件事情 你知不知道 什么事情 别装傻 天兵的事 吕素笑了笑 如果我知道 我还会让你一个人进去吗 还会冒险去救你吗 我也是在看到天兵那一刻才明白的 吴水这个人 心狠手辣 身不可测呀 豆腐这会儿也想明白事情的缘由 我俩当初还讨论过 哑巴挖蘑菇 至少得请一些好手 怎么全招进来一些不上道的散客 这会儿豆腐再是单细胞 也转过弯来 打了个寒阵就说 老陈 哑巴收留你 是因为把你当亲人 收留我 难不成也是为了 我靠 那个王八蛋 紧接着 豆腐愤怒地说 早知道 他晕倒的时候 就直接该把他掐死了 想了想 估计是考虑到我 便说 不掐死也可以 应该把他捆起来 审问才对 我说 早知道 那有那么多早知道 如果什么事情都能早知道 那所有的问题 就都不是问题了 现在我们应该想想 哑巴去了哪里 他肯定是钻入冰洞里了 既然他知道 这个斗的环境 那他肯定会选择 正确的路线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协